開始分組由蘭仲這邊開始 第一組就是我們現在四個人一組 有些有勝出來我們才會分成另外一組 那第一組就由這個 前面這個四位 那個憲佑 憲佑你今天當組長 憲佑當副組長 那後面那個第二組 第二組今天那個組長就由那個 憲中 副組長就旁邊那個師匠叫什麼 憲成 憲成 好 這個是第一組那邊第二組 那這邊是第三組 第三組今天的組長就由廟祿師姐 那副組長就是你是廟什麼 廟經 廟經 廟經師姐 來 在後面那一組 那一組是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 第四組 那今天的那個組長就由廟師 廟師 是廟師嗎 再來就是旁邊那個是誰廟什麼 廟創 好那個廟節你就歸他們那一組 所以你就歸第一第二第三 你就歸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你那邊插一個 那插一個 那插一個來那個 那個寫廟孫來你移過來 那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 裡面第五組 那第一組今天組長就由廟姐師姐 副組長就由廟孫師姐 那這個副組長就由廟孫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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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組 第七組組長就由那個 廟姐 後面那個是廟什麼 廟樑 好,那你们三个一组也没关系 你们三个一组也没关系 那你组长就有那个 那个 你前面那个叫庙什么 庙师 庙师 师姐,你们有什么 庙场 你们三个一组 好,那我们等一下 就是 一样就是会开始打坐以后 今天 今天会40分钟 会40分钟 这样了解吗 然后40分钟晚以后就进入这种 分组讨论 那分组讨论都是由各组的组长 主持这个 这个分组讨论 这样了解吗 去带动这种讨论的 这个 这种 步骤 这样了解吗 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残修 那边打开 那一样我们虽然都做过 还是要照步来 就是打坐的时候要先软身 先把手印打起来 然后做这种头部顺时钟的软身 软身 然后再做逆时钟的软身 然后头部往后仰 身体不要往后仰 只有头部哦 往后啦 再来往前啦 身体一样保持垂直 然后往右 往左 然后导正 稍微放松 然后肩膀 绕千千 就像画轻轻这样子 好,再来坐姿调整 手印打好 脚 我们的脚 在地板上 这个角度要放好 不要把太开 料理脚 不要太开 正经为座脚 要差不多 不要也不用太八字的开 好 收的顶上二 我们先做调洗 调身 来深入吸把身体拉直 吐气的时候身体放松 但是身体要保持垂直 再来 九次 这个九节佛风 开始做调洗 深呼吸 吸气到丹田 慢慢的吸气 吐气 九次 把气给调顺 慢慢调 如果你调到九次 你还感觉气还是不顺 那就是继续调 调到你感觉呼吸顺了 再进行这种尘修 这样子 比较容易专注 也比较容易做得顺 好 手头顶上二 眼睛前臂一手行关 如果调气调好 开始 尘修 第一 吸气的时候 自然吸气 吐气 吐气的时候 练南无弥勒佛 南无弥勒佛 后面一个字拉长 后面为什么一个字要拉长 就是要把你刚刚吸进去的气 全部吐完 然后再重新 吸气 然后开始练南无弥勒佛 这样子不断的一手行关 然后吸气 练佛 吸气练佛 这样不断的把你的意志力 锁在行关 注意你的出入时 以练佛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达到专注 好 开始时间开始计算 四十分钟 再继练佛 把眼睛拿下來 把眼睛拿下來 3灰雨 2灰台 2灰台 7灰台 7灰台 Som sendo Clos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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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搓肉 然後身膀稍微拍打 再搓肉 腰部腎臟的地方上下按摩 上下然後搓肉 再拍打 然後再從臀部拍打到小腿 打坐前 打坐前的一些 我們的這個調身 軟身調身調氣調洗 這個一定也是很重要 這個經過幾堂課下來 很多道親都證明 他們平常 在家裡都沒有做這種動作 打坐都不太容易順 反而有經過這個動作以後 好像就比較容易順 所以這個在家裡打坐也不要 輕乎他的那種 好處 然後打坐完 這個動作更重要 因為這個可以 在你剛剛打坐這個過程當中 萬一你的身體會有僵硬 或者是氣脈還不是很通順的人 可以把它稍微拍打 透過這種拍打也可以讓他氣脈能通順 另外呢 那個腰部的按摩其實那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腎臟的地方 這個有時候這種中醫師也會叫你這樣子按摩 也是對我們腎臟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如果腎臟比較無力的人這樣按摩 對你腎臟的這種腎氣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樣要講 好開始進入分組討論 各組的組長由組長來主持這個分組討論 來面對面這樣子轉好 這個不會是一個一個很難的 那 Shoe 大家來面對這 fueron工夫, 除了雙方選亦份, 先甜點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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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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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